LAYO 了世紀天天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寶珈利亞人對上薩拉三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 紅色的文明是寶珈利亞人 玩家是MBL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寶珈利亞人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它的騎兵非常厲害 大落馬跟重裝騎士點下銀罐技術的馬凳之後 攻擊速度會成為遊戲裡面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它的寶珈利亞騎兵也可以吃到同樣的效果 而且下馬之後還可以繼續戰鬥 這個喪屍騎兵非常難纏 寶珈利亞人他的工兵是比較薄弱的 所以遇到封建時代工兵不能出太多 到了城堡時代不能升級努兵 這個節奏打得相當難受 那後期的寶珈利亞騎兵呢 還是可以搭配著疾兵針對對方的駱駝 那後期呢還有血液步兵可以使用 讓他的步兵的近戰防護力非常高 那他的生旅科技呢是稍稍有點不足的地方 是沒有這個印刷技術 也沒有救贖思想 賦罪思想 而且也沒有神聖思想 所以他在前期使用生旅擋這個 生頭戰術的時候會稍微有點痛苦 但還是可以用 因為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扛下一發頭實測的關係 所以救贖思想是有點 但是堪用黨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薩拉森這個文明 那薩拉森這個文明的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工兵單位 對建築物傷害特別高 封建時代很容易可以破木門 直接破牆而入 然後擊殺大量的村民 那薩拉森人呢 他的駱駝也是這個遊戲裡面 駱駝血量文明最多的一個特色文明 那薩拉森人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不點品種時候 血量就有145D 甚至比一般的騎士血量還要高 非常可怕 那後期呢 他也可以打槍弩 馬公火槍火炮 重頭大通車 還有工程工程師火炮 大陸馬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而且步兵也是全滿的 這個劍兵是三攻三防 但是他的槍兵比較弱 只有重裝騎士 本體來說薩拉森是一個 非常強大的文明 而且生旅科技也是全滿的 但是他的缺點 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有這個交易的買賣 手續費的優惠 所以中後期呢 如果打到沒有黃金的時候 可能薩拉森人的買賣 可以拯救他一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封建時代會怎麼打吧 那接下來啊 這張地圖 我們先來看一下 阿博的地圖部分 我們頻道會教大家怎麼判別 自己平自己的地圖示好還是壞了 那簡單來說 金盡量不要在前面 還有在果子 然後還有附近的位置也很重要 那這張圖的附近 看起來有一塊在後方還不錯 那左邊這個區域蠻重要的 所以可能前期要早點空下來 這塊金在前面有點難受 而且果子也有點偏前放 重點是木區看起來有點遠 那有一塊在後面了 如果可以把這邊圍起來的話 可能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不管怎麼說 這張圖看起來有點偏大 有點難為 好這樣子圍 要圍得非常大才行 那我們來看一下MBL這裡 MBL這裡也是 他的黃金是在後方 但是比HART還有好多 但是附近的部分也在前面 兩塊也是 還有一塊主金在前面 那圍加的部分也是要圍超大才行 才可以圍得好 不然就少小圍小圍了 小圍這樣子圍 好 這邊已經出了兩棒棒出門 唉唷 MBL開始拉兩村出門 這樣搞點什麼事情這樣子 唉唷 前置射箭場MBL 太狠了 那應該是裝甲轉毛兵 因為保加利亞的步兵 會隨著時代自動升級 但只能升級到裝甲步兵的關係 噢這個雙手建兵不好意思 只能升級到雙手複兵 好那這邊工兵高打第一 前面小打小鬧 工兵拉好 好 轉型射裝甲 必可能的去走位 做毛病的傷害 用落馬去砍 OK 砍一砍之後毛兵血量還是有點多 裝甲步兵已經兩隻殘血了 好毛兵再出來 這個挖金的村民居然沒有看到嗎 還是不想去騷擾挖金的村民呢 好這邊開始轉毛兵 兩隻工兵血量還可以 好點下了一個兵工場以及射 好 好這裡高打第一有點難受 應該是MBL 這裡要稍微小心一下 這裡跟對手打久了很容易打輸啊 喔這裡又補了一隻裝甲步兵 三裝甲 那MBL這裡點下一擊射 一擊的步兵鎧甲 那已經步兵鎧甲點下之後 HART的毛兵喔 怎麼打就是一滴血了 人家點一擊射 那前期來說 MBL投資非常多的單位喔 去做防守 去做進攻 HART這邊也是按了一大堆的毛兵 這裡有兩隻弓箭手 一隻殘血 的劍塔 好這邊高地打一打 好拉兩隻村民過來打架 收掉這隻騷擾的弓兵 好毛兵繼續輸出 現在裝甲步兵的血量也有點殘血了 這邊再換下去HART應該能守住 好這邊田來到了十幾片田 肉麻按一按 直接用肉麻砍死大量毛兵 搞定了 好這裡把他蓋塔 看來是沒救 這裡也使用射幼之術 然後讓這隻村民跑掉 OK MBL好像沒有看到 去找了去找了 好看一下這家裡附近的地形 真的看到嗎 哎呀居然流過去了 好MBL這裡目前是要來準備 所以升城堡時代 HART這邊也可以用四階 趕快買賣上去 好把這個石頭賣掉了 HART也是賣石頭上城堡時代 OK那現在的META來說 賣資源上時代 算是一個滿主流打法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買賣 就是虧經濟 有時候升城堡比你虧經濟還要重要 但是當然買賣多了 一定是虧爛了 所以不要想說用挖金 去買賣 然後 爆冰這樣子 這樣可能沒有太大的意義 我們之前頻道也有職業選手這樣打過 用買賣流 瑪麗挖金之術 高速挖金 然後去買賣 最後那個比賽是輸掉了 越買越虧啊 這邊被射掉了一隻村民 前面打得非常兇 升到城堡時代的MBL 這邊是轉兩隻騎士 好 打洛馬 唉唷 這裡有洛馬 這兩隻工兵抓到了HART的村民 直接手撕兩村 OK MBL前期黑暗時代 沒有打到太多的東西 好 風劍時代才對 城堡時代一上去 就直接抓三村 但是MBL這裡也是直接被上去 爆砍一波 但MBL這邊也是死傷慘重 34對38 看起來HART的傷害程度 是比較輕的 MBL比較重 好 這裡16個人挖金 上億人挖金 太多人了 好 這裡要再補一個伐木場 這個距離有點遠了 好 HART這裡 升到城堡時代 先點下來 農田技術 這個細節 高手們都會把這個自動種田給關掉 要灑第二波農田的時候 先點下一級農 才會再去補下第二輪的農田 這樣穩定這個農田的產量 才不會因為農田常常枯竭啊 造成木頭不太夠的問題 好 那MBL這裡也有這樣做 把這個農田自動取消 待會也是要補個一級農 好 這裡升旅按兩隻 找到了一隻駱駝 看一下這個駱駝125滴啊 講錯 剛剛講一次145是不是 好 等一下品種才是145 那他的騎士的血量 還是比有品種的騎士血量還要多 就算不點品種 也有120滴血 這對於薩拉陣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buff 在之前的薩拉陣喔 血量的buff只有加10滴血 我印象中 好像沒有加到那麼多血的樣子 好 那這裡是B2的對手 這兩邊都是用森旅 去做一個防守 終點 好 伺候過來 想要去抓駱駝 抓掉森旅 好 兩隻肉麻 直接硬砍 但是沒有清起兵砍得有點久 森旅還是遭響到了一隻 刺喉 好 清起寶達利亞人 可能還是要趕快去挖石頭 去插這個銀壘 去插銀壘 把這個位置插住的話 這邊城鎮中心黃金就很難受 所以這個附近的位置喔 真的很重要 阿拉伯 大致要看喔 這個 自己最怕什麼 那薩拉社人要怎麼仿制來被插寶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補一個城 那個工程器製造所 在這個高地上 或是直接趕快挖出一棟城堡 去插在高地防守 這個位置喔 或是這個位置也可以 好 好 不然就是用強大的便利 讓對方沒有辦法機會給插寶 都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好 NBL這邊支援量有點稀缺 但騎士數量還蠻多的喔 來到了7隻 好 這是一個單TC爆碼 大特殺生 三隻僧侶 三隻招翔 後面的四隻工兵發呆 欸 好像有看到 被射了幾下 往後拉 好 僧侶又被抓掉了一隻 兩隻 哇 NBL 又有點小虧 200斤又這樣沒了 哇 還又多了一個50肉 這裏直接獻虧250支援 哈爾特這波抓得十分漂亮 好 NBL 這邊嘗試過來抓 村民 拆一刀 明拿恰 有點可惜 NBL 這邊要不要投資一下輕騎兵呢 輕騎兵投資的話 薩拉森的勝率才好處理喔 不然讓哈爾特的勝率 堆疊起來的話 那待會寶嘉莉亞騎兵或騎士喔 都會很難受 好 NBL 挖了350石頭 準備要來插銀壘 銀壘是他的小城堡 攻擊力跟城堡差不多 造價的話是城堡一半左右 好 稍微 高翔 好 這裡按了幾個房子 避免被聲插 但是 是要防守對手的刺頭過來喔 好 當然這裡招強招一招 後面的騎兵沒過來吃喔 先上前後面的寶嘉莉亞騎兵 不是寶嘉莉亞騎兵 騎士加上重裝騎士 好 直接 逼退了 哈爾特 這一波有帶槍兵 所以完全打不過 如果NBL指出騎士的話 那哈爾特可能就會很好處理了 直接用駱駝A上去就完事 好 那這一波讓NBL蓋好 這個銀壘應該優勢就會非常巨大 好 槍兵再過來 NBL這邊總共投資到了 一級農田跟二級伐木 好 這根銀壘插下去 空到了 這邊的修道院 但修道院好像可以 即時脫逃 所以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欸 聖女好像可以招翔欸 這裡是一個很好招翔對方 聰明的機會 但是上方壓力給的很大 先把聖女拉過來 給防守 多特要繼續往後拉走喔 欸 結果往後走了 剛剛不往後走就可以招翔到 NBL喔 被抓到了一個回頭機會 最後只招翔到了一隻駱駝 蛤 還是殘血的 蛤 不是殘血的 應該是自招 自己低調的 蛤 應該是自低駱駝 他可能覺得這個駱駝 就算招翔到 有可能會被招回去 好 這邊用少量的寶加利亞騎兵 開始騷擾分 右邊的村民 哇 這邊擊殺到了非常多啊 看一下喔 我們回去看一下這邊到底殺了幾隻喔 村民 哇 寶加利亞騎兵一直尻一直尻啊 好翻好翻 哇 但還是有收村 商來說還是 算是小商啊 好 那兩邊村民宿來說 還是HART這邊領先喔 3TC開農 村民宿還是非常的優秀 好 這裡再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喔 這裡可以出個衝車 把這裡附近的建築物全部都更掉 好 射箭廠啊 修道院啊 好 都是這邊銀壘附近的圍劍 好 把這些圍劍都更掉 HART就會很難受 好 澳札利亞人點下了品種 但後面又補下了兩個城鎮中心 繼續農 防守反擊 開農就對了 好 千萬不要跟對方打個 打暴兵 反正現在我僧侶數量有優勢 好 這裡駱駝又被招了幾隻 這兩隻僧侶打得非常舒服 好 過得來嗎 再過來繼續嘗試輸出 好 僧侶被點掉了一隻 第二隻 第二隻也被拿下 好 這個駱駝 有點卡住 好 右邊寶加利亞騎兵來了 駱駝在這邊等著 但是HART的肉量也不是很夠 這邊可能要靠買賣一下 收村 這裡要收村 好 這裡不收村 HART是細節喔 好 僧侶拉過來 當手應該就沒問題了 哇 這邊僧侶怎麼直接招 被銀壘給射掉了 好 MBL 投資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但是什麼都沒有按 是要忘記按點什麼了嗎 好 又被招響掉了一隻騎士 MBL 真的不轉輕騎兵嗎 這個輕騎兵不轉 對方的僧侶相當舒服啊 好 兩隻駱駝在後面 抓到了一隻村民 一隻騎兵 這一道再下去 哇 又砍掉了一村 現在是58對82村 MBL這邊已經覺得自己進攻有點武力 這邊要投資更多的輕騎兵 似乎有點困難 好 左邊補了一根城堡 HART終於補了城堡在左邊 這樣子 左側的這些建築物喔 暫時就可以解決掉了 也不怕對方騷擾 好 這個自敵房子 但馬上又補了一個新的房子出來 好 右側的寶達利亞騎兵 只沖農田 好 跟蹤技術也補下了 好 左邊也補了一個新的銀類 好 想要嘗試控制這兩塊金 好 這兩塊礦區 好 MBL對於寶達利亞人的控圖 了解還算是 世界頂尖的 好 知道該怎麼去控制對方 把自己的經濟優勢打到最大 那目前薩拉生人能控制住的黃金 就只有這一塊 所以HART這裡如果沒有辦法 找個機會殺出去 那就很危險了 但是還有一塊附金在右邊 那好像還行 找到黃金了 趕快挖 OK 那有黃金有城堡 薩拉生人應該就不有太大的問題 好 這邊騎士又嘗試走進來 但後方有兩隻生鯉魚 在後面防守後方的礦區 好 這裡想要直接打農田 生鯉在著 著想一下 噢 著想到了 好 這邊有大量的寶加利亞騎兵 想要衝進來直接手撕後方生鯉 這裡不要吧 MBL 下面有更多的生鯉在著想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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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Q了 這裡看起來是前程科技依舊有用 但是這個一回頭肯定是要被招爛 這個打下去MBL不會贏的阿 完蛋了完蛋了 直接五隻騎兵都被勝率給招翔 這邊的駱駛直接砍爆 寶加利亞騎兵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第二樓 終究沒有轉出新騎兵 這些生鯉依舊過得美滋滋 哎呦 下方又補了一根城堡 防守也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 現在殺生只要在中間放駱駝 城市中心附近放生鯉 就可以看到守陸現在自己的領地了 黃金阿 跟這裡 TC 右邊這個挖黃金的地方似乎沒有被抓到 好 MBL 這邊3TC 開始農了 分明數80吋 打103吋 MBL 終究是落後的 好 HOT 這邊點一下帝王時代 這樣會要變成城堡打帝王的局面 但是 MBL 似乎認為 HOT 應該是沒有支援點帝王 但他似乎有點小看了 HOT 這邊他早就已經上了 龍天其實很多 OK 這裡直接硬蓋 這個竹城戰法打得漂亮 這個城門直接抵擋了 從右邊過來的騎兵 這個鷹雷終究能插起來 但是 HOT 不急 反正我有帝王時代 帶回巨星投資 全部架起來 好 這邊直接鬼轉奴隸兵 有奴隸兵 打保加利亞騎兵就很舒服了 不管他是上馬板或是下馬板 保加利亞騎兵都會被奴隸兵給壓制住 好 從車就能按出來 好 嘗試攻城 沒有把這個TC早點拆掉 真的是有點小虧喔 很早點拆的話 HOT的經濟可能不會增長那麼快 OK 這裡升到帝王時代 直接要來拆掉衝車跟投石車 手撕完畢 拉了就走後面僧侶 準備應戰 但是有贏雷要小心 好 直接應招嗎 MBL 保加利亞騎兵數量23隻 現在後方僧侶有9隻 要小心喔 如果9隻都成功招翔 那兵力只剩下10幾隻的保加利亞騎兵喔 好 怎麼打都不會贏喔 好 這邊一上帝王時代 點下印刷技術 一攻 巨型頭C架起來 架在這個位置 還是想要繞過去 拆這個巨頭呢 又招到了一隻 這邊置地保加利亞騎兵 MBL 這邊做到一個小小的細節 好 左側部分 銀壘是開這個位置 稍微控圖 但是巨型頭C也出來了 銀壘被拆 只是時間早晚的事情 好 這裡馬上再想要繼續升差 應該要取消掉了 這個銀壘 然後這一根銀壘不被插起來 MBL 就沒有辦法繼續進攻 而且現在應該也沒辦法 這個要取消吧 好 這邊想要先拆掉 離自己更近的 這個銀壘可以用駱駝慢慢拆 好 這裡先取消了 後邊的銀壘被拆掉 後方又補了一根新的 想要爭取更多的時間 好 MBL 這裡補下巨型在前線 補了更多的重裝長槍兵 但是 PAT這邊也補下了手推車 啟示思想 還有機會可以偷個經濟 相當不錯 好 這邊繼續用銀壘想要爭取一些時間 讓自己的部隊更加實一些 但是經濟量已經有點跟不太上了 三萬四對上四萬一啊 經濟茶具來到了五千 六千 七千的樣子 好 後方的奴隸兵 現在暫時騷擾一下 銀壘還是有點痛 好 正面的保加利亞騎兵 還是沒有要開戰 數量來到了二十九隻 但是僧侶給的壓力依舊很大 好 點下精銳奴隸兵 我的天 精銳奴隸兵一點完 攻擊力直接加兩點 一變身升級上去 MBL突然開戰 後方的九隻生女遭響得非常開機 沒有任何一隻的保加利亞騎兵 能突破前方的駱駝跟奴隸兵的防線 後面的九隻生女瘋狂遭響 MBL的保加利亞騎兵數量已經不滿二十隻 只剩下十三隻的數量 後面的駱駝還在繼續突擊 現在駱駝先讓來到一百四十五滴血 還不是重裝駱駝 重裝駱駝還有一百七十滴血 那這邊是沒有先點駱駝 反而是先點下的三級馬鎧 增加一下騎兵的防護力 那MBL這一波打完之後還能繼續打嗎 勝率還在著想 這一波再過來沒有救了 MBL可能要治癒了 阿特這邊勝率打得非常漂亮 我們恭喜 阿特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MBL最後出了五十二隻的保加利亞騎兵 還有二十五隻的長槍兵 阿特這邊配兵主持 全部都是騎兵 駱駝騎兵 保加利亞騎兵十八隻 十八隻的 沙拉森的奴隶兵 那我覺得重點還是在 阿特這一波 這個勝率控的是真的好 那如果MBL有轉一些輕騎兵的話 或許結果會稍稍不同 也說不定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沙拉森人 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黃金稍微小輸 石頭大概輸了一倍 但保加利亞人 越挖石頭 經濟就越傷 我們這頻道常常說過 挖石頭是一個很傷經濟的事情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照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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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